欧盟举行成员国外长会议 讨论苏丹、乌克兰和中国的议题 欧盟外交摔交的首长普瑞尔就说 下次会将这个会议更新 并且重新校准对中战略 不过他也认为欧盟目前对中国的定位 是伙伴、竞争者、体制性的对手 三者同时存在 尽管对手和竞争者的定位正在增强 但不代表伙伴的关系降低 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关系仍然持续成长